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到外壳的参数区找到Z接缝对齐 Z接缝对齐就是你可以选择每一层列印的起点位置 我们可以不要让每一层都在同一个位置上开始列印 这样就可以避免拉链的产生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故意让它每一层都在同一个位置上开始列印 像这个样子 每一层的起点都对齐得很整齐 拉链就出现了 QR提供了四个列印起点的位置让大家选 第一个位置是使用者指定 你可以指定每一层的起点位置 比如模型的后方 右后方 左后方 前方等等的 而且QR都帮你预设好了这些方向的坐标数字 直接选方向就可以咯 当然我们自己也可以输入我们要的坐标数字 好 现在我们就来试试看 假设我们选前方 这里我故意不隐藏接缝 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选择了前方 然后预览列印 为了让大家清楚看到拉链的位置 预览列印我只保留了移动轨迹 预览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一条拉链了 全部都集中在前面这个位置 因为刚才我们选择拉链的位置就是在前方 所以全部集中在这里 另外有关于XY它的坐标系有两种 第一种如果不勾选 Z相对接缝 就表示要使用列印平台坐标系 也就是所有的模型都是用同一个坐标系 第二种如果选择勾选 Z相对接缝就表示每一个模型使用自己独立的坐标系 也就是每一个模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来设XY坐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变化一下数字 试试看啰 好 再来 第二个位置是最短 就是机器它会以最节省列印的时间的那个路线来决定每一层列印的起点 大部分都会从比较靠近圆点的这一侧开始当列印起点 如果你想要节省列印时间就可以试试看啰 第三个位置是随机 就是每一层的起点都不一样 这样可以避免拉链的产生 但是表面可能就不会那么光滑啰 就像这个样子 最后一个就是最尖锐的转角 最尖锐的转角它的意思就是 机器它会以每一层最尖锐的那个转角当作列印起点 这样子模型大部分的表面就会比较干净 有一定的光滑度 这个选项是大部分的人可能比较会用到的 也是我固定会用的 好 讲完四个列印起点 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如果想要指定列印起点的位置 就算可能会出现一条拉链都没有关系 打磨磨掉那一条就好了 那就选使用者指定 如果想要节省列印时间 就选最短 如果不想要有拉链 模型表面不光滑都没有关系 就是不要有拉链 那就选随机 如果想要把拉链藏起来 总共有五个选项 第一个 无 看到这个名词就觉得很妙 这是要长还是不要长 经过几次的测试 它的路线效果和 自己接缝对齐里面的最短很像 具体不太清楚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功用 一般我们也很少用它 如果有朋友知道这个无 是什么意思 非常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讨论 接下来就是进入这个影片的重头戏啦 要不要长拉链 要长就请选择隐藏接缝 选了隐藏接缝 每一层的列印起点 就会是所有凹角中角度最尖的那一个 也就是拉链它会藏在最隐秘的那个凹角 就算出现一整条拉链 也比较看不出来 这是大部分想要隐藏拉链的时候的首选 再来 如果不要长 请点选暴露接缝 每一层的列印起点 就会是所有凸角中角度最尖的那一个 也就是拉链会出现在最尖锐的凸角 如果要长又不要长 就选择隐藏或暴露接缝 每一层的列印起点 就会是所有凹凸角中角度最尖的那一个 最后一个是智慧隐藏 它和隐藏或暴露接缝很像 机器在适当的情况下 它会优先选择凹角做每一层的列印起点 让拉链不明显 但是目前侧下来 整体状况和隐藏或暴露接缝一样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没事可以再自行研究看看咯 好 这里我们再来做一个小小总结 想要隐藏拉链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择 最尖锐的转角 搭配隐藏接缝 不过 还是比较建议大家能够依照模型本身的状况 来评估应该如何选择搭配会比较好哦 有空的话大家都可以试试不同的模型 试试不同的设定搭配 最后再来找出它最好的一个参数 最后 如果模型没有角可以藏呢 比如 它就是一个360度的圆球或是圆柱呢 那我们只能很抱歉地通知您 拉链它长不住打 但是 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它比较不明显 比如我这个PLA的圆柱 不仔细看 真的看不太出来 拉链在哪里 我的方法是 一 一样选择最尖锐的转角 搭配隐藏接缝 二 提高列印品质 层高0.2变成0.1 或者是比较大的模型 可以由原本的0.3变0.2 越细致的列印品质 拉链也会跟着比较不明显 三 降低列印温度 列印温度太高 拉链会比较明显 所以 温度由200变成190 只要线材能顺利出料 不堵住喷头就可以了 四 提高流量 由原本的100变成110 这样比较能够避免 因为列印温度下降 而导致线材挤出量不足的状况 以上的方法比较适合有玩过一段时间的朋友们 因为各家的机器以及线材都不同 也许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状况 所以新手朋友的话呢 还是比较建议先用最简单的最尖锐的转角搭配隐藏接缝 这样会比较安全保险一点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对你有点小小的帮助 还请帮我们三连点赞分享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